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不应该是一个我们所看到的 零面的介绍的所有这些文字的中国 他是一个生动的生活变动的中国 那么他是由众多的人群组成的中国 我们这众多人群是怎么生活的中国 那么现在龙安志先生 他现在设计的是寻找中国这个系列重书 我觉得是可以的 是显然是要很鲜活的来写中国重书 也要有个人的心灵的冲击 没有个人心灵的冲击 他不能吸引读者 他不能打动读者 所以我想这个书里 我刚翻了一下 有许多的的确确是很有这样的一些冲击 因为他对个人心灵的描述 个人心灵的分析 这个都很有意思 我个人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文化方面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一带一路 现在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其实我们中国面临的问题 跟西方面的问题是一样的 而且如果说让西方人觉得 我们中国人面临的问题跟他们是一样的 也许能够更好让他们摒起那些反感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误解 然后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人类的问题 由更多的外国人来讲我们中国人 如何自己成长 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故事 这一点上跟每一个欧洲人 意大利人 法国人 跟一个美国人 英国人都是一样的 我发现你写最好的文章的人 都是站在一个人类的高度 而不是站在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的高度 也不是站在一个中国人的高度来考虑问题 只是通过他自己的经历 他的眼睛 他跟人的这种接触 来通过自己的笔把它写出来 他其实更是一种人与人的这种交流 他的这种独特的经历 使得他对这个中国的 不管是社会还是文化 以中国整个这个经济开放的力量 有他自己独特的观察和思考 通过你的作品 就是能够使世界进一步加深地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